首先家属和患者可以自己说一句话 如果他说话不清楚 或者你问他什么事 他自己乱回答 这个可能就是语言出现了障碍 第二个就是笑一笑 你可以移开牌牙笑什么样 叫病人移开 他自己照一照镜 如果他发现两边的口角 如果出现不对称 鼻唇溝一边变浅的话 这个可能就是出现了面摊 第三个就是举一举 用双手往前举 坚持十秒钟 十秒钟 如果是十秒钟之后 他如果出现一边的武力的话 就说明他一边的手脚已经武力了 但黄演长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出现任何一种情况的话 就一定要注意 这个可能就是中风 任何一种情况也好 就是三样的 一说笑一笑和举一举 出现有问题的话 是的 就要引起警觉 有可能是中风 但前提就是什么时候问呢 其实我每次做完健康100分 回来都叫我爸爸 笑一笑一说句话举手 然后他说你傻的吗 常常找我来做试验 那他就是命中了 我想知道是什么人 我才需要这样去验证一下他 我刚才说的话 比如好像安静状态下 或者是突然间去完厕所 有些人去完厕所 或者是去洗澡 突然间自己觉得没力 一边的手脚没力 麻痹 他迈不开 很精壮 你才跟他说 有精壮 对 你天天问人家 有精壮的时候 就是老人家到冬天 假如他有特别感觉到不舒服 我们年轻人应该注意 用这三种方式去验证一下 看看他有没有问题,对吗 是… 就是有精壮,好,我知道了 脑中风是脑部出现急性 局部性脑部血液循环障碍 导致脑神经出现血塞的病变 其症状是 突然一側手脚无力 口角歪邪,吞烟困难 饮水续亲,事物旋转 头云头痛等 所以如果出现中风的现象 应该及时去医院接受治疗 接下来又做了 健康知识考考你的环节 以下哪种病者 冬季容易导致脑血管病呢 A,高血压 B,糖尿病 C,心脏病 D,肾病 好像种种病都能导致脑血管病 我觉得高血压和糖尿病 糖尿病都很容易会有 冬天容易痕返 容易导致脑血管病 导致脑血管病 是的 我觉得如果这样 应该加上心脏病 也会影响血压和血液循环 其实我们什么病都不懂 问教授比较好 教授告诉你 这个就是高血压 这个就是高血压 糖尿病、心脏病 都可以导致这个 高血压是一个最危险的因素 有研究证明 百分之六十的病人 中风都有高血压的 所以有高血压的人群 比没有高血压的话 要高三到六倍 糖尿病的病人 最主要是引起脑梗塞 糖尿病的病人 发生脑梗塞要比正常人要高两到三倍 它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也是血液成分的改变 血液粘度增高 血小板聚窄增高 血液循环会变慢 可以血泉形成 所以导致脑中风的发生 第二个情况 就是因为血糖的代謝障碍 可以引起蛋白 或者脂肪的代謝障碍 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也发生了障碍 如果病情不稳定的时候 就一定要每天都要测血糖 如果稳定之后 在一个月之中要测两次胸腹血糖 或者是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如果随时不舒服的话 就要随时测血糖 心脏病的病人的话 是肯定的危险因素 表现各种的心脏病 比如风湿性心脏病 冠心病 出现防纤 是这个很常见的一个原因 可以出现到 比如心梗 或者半膜的病变 心率的失常 或者是心肌梗失 它引起的风险 就要比其他没有心脏病的病人要大 至于肾病会不会引起呢 肾病是一个很笼统的病 所以我不能够明确地说会不会发生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有部份肾病的病人 是引起高血压的一个主要病因 所以在高血压的病人之中 又是一个危险的因素 所以肾病的病人的话 如果出现肾性的高血压 它就会发生一个中风的危险性 就会增高 所以我们就是说 不能够说隆隆痛苦 比如好像肾病 它有肾结石 或者是有些息水 它又引起到中风 是不是这么说的 听你刚才这么说 我们了解了这四个病里面 高血压的发病率是最高的 在冬天里面 我们高血压病人 应该如何去保养我们自己呢 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要减少 食物中脂肪的含量 冬天是一个进步的阶段 大家都很喜欢煲汤 来达到一个养生的目的 但是煲汤的话 很多人认为 煲的汤越时间越长就越好 其实不是这样的 在生活上的话 是我们有资料 有研究实验的证明 煲汤如果在一个小时之内 汤中的蛋白和脂肪 可以达到一个高峰 然后就进行下降 如果在三小时之内的话 蛋白就会流失 所以为了既有进步 而且能够 达到一个 减少脂肪的含量 涉入的话 我们可以建议煲汤 就是一个半至两个小时 另外 饮食方面的话 要注意了 尽量吃少一些肉类 多吃一些鱼 因为鱼是脂肪的含量 就比较少 其中含的一个脂肪酸 可以达到一个养心 可以降低血糖 和一个防癌的作用 所以我们煲汤的时候 如果是能够用一些 这些鱼类来做的话 就可能会对身体的吸收 就有很大的好处 第一个是饮食的主意 第二个要坚持要吃药 要坚持吃药 因为如果是血压高的话 你控制住一个血压 就不要等着它 有些人吃到一些药之后 就好了一些 然后就停了 所以不吃下去了 这个对于高血压病的防治是不利的 第三个就要保持一个乐观的精神 一个心态 刚才你说吃鱼多是好的 我们想你在这里和我们推介一个 冬季食疗 冬季食疗 用鱼来煮的食疗 冬季食疗 用来煲汤的话可以介绍一个是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伴有防战 高脂血症 动物硬化 颈动物客宅 情绪波动 过度劳累 用力过猛的情况下 会有发中风的发生 而高血压的人在冬天 是否有些好的保健方法呢 下一节回来告诉大家 一个高血压病人适合喝的汤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五星肌肤呵护 欧洲进口材质 丝斑柔软 高端品质 无比干爽 给宝宝全方位柔软舒适 帮保湿特级棉柔 PM2.5对肌肤造成十重伤害 Pro-X 夜间纯化精华原液 安全进化配方 美液进化 睡醒 光柔新生 媲美千元幻肤 OLE珍贵 等你体验 OLE 最美的你 我们想你在这里和我们推介一个 冬季食尿的 用鱼来煮的食尿 是 用来煲汤的话 可以介绍一个是 鲁鱼山鱼肉汤 鲁鱼山鱼肉 可以用鲁鱼500克 山鱼肉用10克 最佳一些米酒 30毫升左右 我们先把鱼去到腥和肠 然后拿来煎 先煎黄 然后再用鱼盖中 把鲁鱼肉和酒一起来鱼盖 鱼到大概一个半至两个小时之内 然后放一些盐油去吃 鲁鱼肉中医讲 有一个油肝养阴的作用 高血压的病人 我常用这些药物的 鲁鱼有一个性是温的 味道是甘的 它有保肝腎和健脾胃 和一个止咳化痰的作用 那米酒它又可以起到一个活血行气的作用 那这个汤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每个星期都可以煮一次来喝 可以煮一次 高血压病目前来说 可不可以根治吗 不可以 不可以根治 血压高的话 你说的不是 我要专家说的 那就是要终身服药 终身服药 终身要服药 终身要服药 特别是医生指导下服药 不要说自己擅自 刚才说的话 我血压这几天可能好一些 那我又停了去 不好了 又吃一些 那你就引起血压的波动 如果波动的话 可以引起血管一个弹性的增加 弹性的不好 所以它就会发生中风 我想知道高血压病患者 到冬天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减少运动 那事关我常见到我爸爸 冬天的时候 他就走出去 有时候说他冬油又抽油 回来就累得咩 那天的血压就会 砰砰砰飙的了 那这个第一个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刚刚说到高血压病患者 要终身服药 又要经常去看医生去治疗 那不是吃开那只药好 我一直吃下去就就是了 任何药的话都有副作用 有副作用 是 任何药 如果它适合的话 有些人出现到 所以如果副作用的话 你就要调整药物 主要是医生的指导下 第一个要这么说 第二个高血压病人的话 最主要是血管的一个调节要注意 因为冬天气温会 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比较大 它引起血管的舒适功能 如果不好 你一个高血压的病人 血管的舒适功能不好 所以它就很容易引起到爆血管 或者是引起到脑梗塞的一个发生 我现在介绍就有两种的一个运动的方法 那就是坐着在这里 双脚就向前伸 如果是 有些可以屈曲 如果它是没有 就是 能够伸直就伸直 伸直 是 能够伸直 不可以就弯曲也没所谓 是 然后就向前 这个手就持着脚趾 是数十五次 一二三四五六 十五秒 十秒 十秒 一次 然后就 让背部尽量弯曲 然后放回恢复平 然后最后勾起摸 反复多少次 重复多少次一组呢 重复八到十次 八到十次 是否到血管有好处呢 这个就是 人体就是督脈 人体督脈就是背部那边过的 在后边 如果是过度拉伸的话 可以促进这个督脈的一个巡行 可以使用 而且它督脈也是一个一身的阳气之海 所以通过督脈的一个牵拉 可以达到一个阳气的一个声达的意思 第二个就是 你平时背 或者什么情况都可以做 这个就可以先放在手上 然后手就尽量往上举 手掌心就向上 尽力拉 愈来神掌 然后就向左 或者向右 一共三次 这几个人 然后恢复 然后向右 三次尽量拉伸 尽量把两侧的这些肌肉拉伸 终于说 这个两边是笑羊胆经所经过的 胆经 是胆经所经过的一个经验 就是拉这两个位 拉这两个位 拉这边旁边是循行的经位 如果能够拉伸得好的话 它可以引起这个液的运行 就更加好了 好的 好 谢谢 好 刚才黄院长给我们介绍的就是 就是睡觉前和起床的时候 在床上可以做的 做一些床上运动 是的 现在再介绍一个就是我们广州人 都很喜欢的 最喜欢的 炮脚、捏脚 是吧 喜欢说人的脚的话 它是五臟六腑的反映点 它也是有在脚上的 而且脚就是全身的经验 是起子的一个地方 是汇集之处 所以冬天的炮脚就很有好处 我们这个就是高血压的病人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来进行浸脚 怀牛七三十克 川弓三十克 白纸十克 欧藤十克 下菇草十克 不珠鱼十克 肉桂十克 这些来煲来浸脚 那淋上前就是把这个浸脚的水的话 保持在四十度到五十度之间 正行泡脚 等到五分钟之后 然后用食指、中指 就是这几个手指 食指、中指和无名指 那就是对这个涌泉穴进行 按摩 按摩 六十度之间 即是这样转着来按摩 是 是 转着来按摩 交叉 就是这样浸脚 是 站着来按摩 是 然后把脚放下来 放下来浸 放下来浸 浸了之后 然后用无指 在指缝之中按压 大概每次就是二十次左右 是否每晚都要浸 还是隔晚浸呢 会否浸得太紧要又会反作用 这个浸的话最好就是连续浸五次 然后再浸一浸 一天 一天浸五次 不是 连续浸五天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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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一浸 是 浸了就不用吃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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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药了 对高严压病 那在理疗方面 黄远忠有什么好介绍 不如吃 我们应该怎么吃 这个就有讲四个四 饮食的四个四 前边的就是四份 后边就是六份 第一个就讲一下 一个主食要四 腹食要六 那我们什么叫做主食呢 就是什么粮、粗粮 粥粉、面饭 淀粉类的 淀粉类的 碳水、饭、含蜜 那些什么叫腹食呢 就是肉类、蔬菜、蛋等 那两个一定要合理地搭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粗粮 也是四 細粮就是六 现在很羡慕的人吃粗粮 觉得他一个有皺头 第二个就说 有营养丰富 入口也好 实际上粗粮虽然好 但是它是不宜于多食的 因为食物之中含有一些比较纤维 食物的纤维可以阻止蛋白质的吸收 和无肌炎的吸收 和一些微量元素的吸收 还可以使得腸胃增加负担 所以脾胃虚的病人 和年老年人和小孩 我们都不建议吃粗粮 所以要搭配好食 第三个就是简性和酸性的食物 这个简性食物和酸性食物 并不是通过你的口感来达到的 而是含的矿物质的多少来决定的 比如我们经常吃的口感很酸的 像柠檬、苹果、羊肚等 它吃下去好像酸的 其实它是一个简性的食物 有些好像我们经常吃的谷、米等 是没有味道的 但是它是属于酸性的食物 有些动物类的 好像乳类的 一个贝壳类的食物 就是酸性的食物 我们这个搭配好的话 要酸简要达到一个平衡 第四个就是分和素的问题 分的要吃4 素的要6 最主要是由于我们合结构 合理的搭配的话 它又能够增加口福 又不会增加我们的脂肪 所以中国人有吃这些饮食 是一个好的习惯 是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 动物性的话就是为腹食 它可以迎年益受 达到一个这样的目的 所以不能够太盲目的话 吃粗粮好 全部吃粗粮就不吃小粮了 是的 其实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之后 比例 我说回来 冬季预防脑血管病的时候 在烹饪方面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 是 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小吃点 煎、炸 很口的 对啊 很不吃的 就是开口 所以人们都吃这些 所以那些乡口 喜欢吃乡口的人 大多数都是高血压病患者 是的 没错了 就是说不要太多吃煎炸的东西 吃清淡一点 吃清淡一点 普通人 在冬季有什么养生方法 在这里介绍了两个 一个就是说一早起床的时候 大家不要急着起床 在床上睡多一会儿 睡多一会儿 然后就两只手掌合起来 两个手掌合起来之后 就搓起手掌 然后就拿来敷眼 哦 为什么呢 连续七到八次这样的情况 就是用到 这个主要是对身体适应的一个过程 第二个就可以带到一个明目的目的 哦 另外最介绍的一种方法就是 大家知道权龙皇帝 他寿命是最长的一个皇帝 他有什么养生的方法呢 他就是说 早上和傍晚的时候 他就是闭目 扣齿 扣齿的 每次扣齿三十六次 然后那些口水的话 就分开三次慢慢吞进去 这个对于养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中医讲 这个椭液腺的话 分泌的口水是叫做金棕育液 它有很好的养生的一个方面 好 我们回家要试一下扣齿 还有搓手 按摩眼睛 好, 今期健康百分节目 来到这个环节 就是健康达人看问题 老邓很喜欢喝茶 每天都要洗一壶茶出去捉脏棋 饭前饭后, 还是先跟朋友先喝茶 还提供很多喝茶的方法给朋友 说是可以预防冬季老人病 大伯, 我去吃饭了 大伯就不吃大餐了 还是你跟你爸去吃大餐 不行…你太瘦了, 你多吃点 老邓, 我这么瘦, 为什么学食还这么高 学食高跟这个没关系的 跟吃大餐没关系的 经常喝古籍泡盘茶才对身体好 请问这个方法有没有用呢 喝茶对中风有没有益处呢 实际上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但效果有多少就因人而矣 因为我们国家最早就要对茶叶的描述 认为茶叶能够解油和消脂 现代医学的研究认为 他经常的饮茶能够帮助消化 而且经常喝茶能够促进血脂和血糖的正常 降解 对, 降低他们的一个发作 所以对中风是有好处 但喝茶就要因人而异 有些喝茶喝得不好的话 反而会有害 比如我们喝茶的话一定要淡的 冲淡一点来喝, 不要太浓 第二个有汇洋病人的话 就不要喝浓茶 第三个就是要胸腹, 不要喝茶 第四个就是不要喝隔夜茶 根据茶叶的制作方法 就有红茶、绿茶和普利茶 这些青茶、绿茶的话 它是胜比较寒的 而这个抛制 胃寒病人就不要喝 如果红茶和普利茶是胜比较温的 所以适合于冬天喝 和体质比较虚寒的人去饮用 茶可以单独喝 也可以配合中药来喝 像我们刚才说的红茶 抛迷这个杞子的话 它有种超脂的作用 但不管它有没有超脂的话 刚才说到是因人而异的 我们最好就是喝一个月之后 去复查一个血脂 如果血脂还是高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食矿脂药 不要说掉以轻心 到时可以发生个中风反而会 好的 其实用红茶来泡这个九几指是有益的 有效的 有效的 冬天喝好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视频片 看过回来再问你问题 老邓业务上的朋友 送了几盒安公牛黄丸过来 叮嘱老邓的家人冬天的时候 一定要按月服用一次预防中风 如果家里有老人间的话 每个月吃一粒半粒 用来掌门口最后可以预防中风 一天,老邓的妹妹看到这只药 说这只药不是暈倒也不可以吃 平时吃了会有毒 这个是老人遇到才能吃的 平常吃会中毒的 这个不能吃的吗 那事实是否这样 很多人家都会被牛黄解毒丸 在路人的床头以备救命 但是你又知不知道 原来中风病人 都不是个个可以吃这种药 一定要变清楚体质 不然人命关天 下一节回来 专家告诉你,不可错过 健康知识每周学 人人都不想错过 中医教你怎样生 实医教你怎样石身 身心健康很重要 中西医专家齐相振 传授养生保健知识 探讨健康长寿之道 想第一时间了解最专业 最权威的健康资讯 想学更加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 记得要贼实 广州广播电视台中学频道 逢星期六下周17点10分 播出的健康100分 播出的健康100分 Cos you know that I miss you I miss you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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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痰疾病人主要是出现中风的时候 出现面红 痰声碌碌 然后出现面红目尺 大便秘结 小便黄 舌红 胎黄尼 这些病人 如果没有痰疾 和出现有些寒凉症状的话 就千万不要吃 这些寒凉症状主要是出现什么症状呢 就是说中风的病人 突然间出现一边肢体无力 或者昏迷 它可以出现面青、口唇白 四肢冷 可以出很多汗 泪淡 和没什么泪胎 这就是寒凉病人 这些病人吃了之后不单止无益 而且会更加促进病情的发展 甚至到死亡 所以这些病人 我们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 特别是中医生的指导下 变症 看它偏寒或者偏热 刚才说的一个月吃一次 或者是经常服用 是不对的 因为什么呢 中药里面含有一个朱砂 朱砂是有毒的 有毒的人如果是久服 或者是长期过量服用的话 可以导致肝伸功能的一个损伤 不离于食病的一个发展 所以没有中风的症状 就千万不要食用 对于这些病人的话 对预防是没有作用的 但是有些是这样的 老人家说 我最近心里有点疑不舒服 我吃半粒 不行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一粒牛黄丸 安公吃的时候是吃四份 有些老人家很限制 我吃四份一粒 半粒 或者一粒 那个量到底应该怎样掌握呢 我们吃这个安公牛黄丸 一般是吃三到五日 一般就不要超过五日 每日就要分开一粒 分开两次来吃 早上吃半粒 然后晚上吃半粒 可以连续服用 如果是三天都没醒的话 可以吃到五日 如果最超过量的话 就要注意了 如果突发性的呢 突发性中风的话 可以整粒汁给他吃 很重的话可以整粒给他 整粒给他吃 要你看到那个症状 是真的… 要寒冷才可以吃 是… 二才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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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寒冷的话吃到没效 而且会加重病情 危险的 不是,人人都可以吃 我们提到老中风 其实会有两种症状 一种是血管失了 失血 一种是出血 那是否这两种症状 假如身体是属羊的话 他也应该是吃安公牛获丸 是… 都可以 主要是属于痰热型的话 就可以出现了昏迷也好 没有昏迷也好 如果是属于热的话 不管出血也好 耿失也好 我们都可以食用 那昏迷的话 是强硬折在他口中灌下去 还是打散他 这样冲下去呢 这个就一定要注意了 好像有些病人的话 突然间出现中风 他出现到好像呕吐 那样的一个情况 你强硬折给他的话 只能够窒息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立刻去医院或者打急救车 你就在医院的指导下可以插围管 可以通过鼻子进去吃 就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等待救护车的时间 是有一个叫黄金时间的 其实是很重要 他将来的恢复去到哪里 在救护车来之前 一般家人、家属可以 有什么可以做 或者有什么是坚决不可以做的呢 一旦家人发现到有这些可疑的病人的话 我们千万不要害怕 特别是不要让病人拼命叫醒病人 如果有昏迷的话 你就拼命去摇病人 希望叫醒 实际上如果出现了七血的话 他只能够加重出血 第二个 如果发现到这些病人的话 我们病人就进行一个瓶饿 把三楼解开 然后头要侧一边 牙齿特别有假牙的 就要把它拿开 我们主要是防止它侧微一边 就主要吞了下肚 主要是 然后绿身的胃肺那里 引起窒息 甚至死亡 第三个 有些病人就会出现抽筋 一抽筋的时候 千万不要死压住它 然后扭开它 要可以按压人中这个位置 按压人中 然后就让毛巾 可以把它塞住牙齿 牙齿 对 牙齿 不要让它吞起舌头 因为抽筋的时候 很容易会吞起舌头 另外很多人中风的时候 可能他跌下 或者很多老人家 他会在晚上的时候发生 去洗手间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让它平和在地上 还是改变它体育 扶它上床 等急救车力 应该是没有动作 没有搬 可以扶在床上 让它平和 你在地上会那些 太凉了 对 扶起 在地上很危险 那打那个活血化乳针 有没有帮助呢 活血化乳针 现在很多老人家 保健的意识增强 听人说 吊针的话 就可以作为一个保健 通通血管 可以减少血液黏度 或者是可以洗血管 那些失去的东西 就通了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你无端端 如果是你没有中风的时候 你出现到 就是去吊这些针的话 对身体没有帮助 反而还有害 因为在短期内的 大量的输入这些 液体 可以增加心脏的负担 有些输液过多的话 有些出现了一个输液的反应 那就对身体没有好处 所以最重要的话 我们就是要防止危险的因素 及时治疗 有危险因素的这些疾病 明白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都想预防中风 就会买很多保健药食 比如说纳豆、卵伦脂、深海鱼油 很多人都在这里吃 其实有没有用的呢 还有怎么吃法呢 对这个降血脂 这些就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它的作用是不明显的 它不明确 不能够代替去吃药 所以如果出现了有中风 这些情况之下 我们一定要关注病人的 一个进展的情况 特别是胆固醇的情况 如果胆固醇真的很高的话 我们就需要吃药 而且及早治疗及早得益 好了 今期的节目内容差不多了 最后请黄院长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冬季是最容易发生中风的一个季节 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预防它的发生 如果出现有这些危险因素的时候 一定要积极控制它的危险因素 防止中风的发生 好的 多谢黄院长 今期的健康百分节目时间到了 健康百分 健康生活更繽紛 谢谢大家 再见 明镜需要支保�ет